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我首先要解釋為何昨天一整天都沒有放節目上網 就是因為我實在太過不舒服 連精神都集中不了 與其是勉強做 不如休息一天 等到今天精神好一點才再做 也很感謝不少益友都有通過私訊問候我的情況 大家不需要擔心 今天有些口行友說我是不是淆底 我就想跟這些人說 如果我現在才想要淆底、收聲、縮沙 恐怕已經太遲了 所有言論都已經記錄在案 有了檔案 誰人說過什麼 所以我連Facebook都沒有想到刪除 總之還有這個言論空間讓我去說 說一天只有一天 所以我就會繼續做這個節目 昨晚已經有一份英國的小報叫做每日快報 他們就登了一個消息 就說英國首相約翰遜有意為香港人提供難民的庇護 標題都說 Britain ready to welcome Hong Kong refugees 他講明是難民身份 我當時看完都覺得 都不知道堅定留 因為這份小報 他引述的消息都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後來英國的惠報 就刊登了一些類似的消息 這一個我就覺得可信程度是高很多 因為他也是 基於一些事實來報導 這篇報導的主題其實就是 英國的一些新的法律建議 可能就會為著賦予BNO 可以擁有居應權 掃除了法律障礙 主要就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英國的御用大律師 Laurie Franceman 她就提出了一個新的法律建議 這個建議其實就是推翻了英國政府過去幾十年的主張 因為英國內政部一直在說中英聯合聲明 是不讓BNO的持有人擁有居應權 但Laurie Franceman 就說 你這個已經是過時了 因為英國的國籍法經過了演化之後 就已經擴大到要承認居留權 包括BNO的持有人 都應該涵蓋在內 另一個重要部分就是 英國政府經常 尤其是內政部 經常引用一個說法 就是2008年的其中一份報告 由時任司法部長 Lord Goldsmith 發佈 BNO平權為什麼在過去一直都是困難重重呢 就是因為英國政府說 基於中英聯合聲明 是不能讓BNO擁有居應權 但是Lord Goldsmith 現在就出來說 英國政府不要曲解了或者誤解了這份報告 他就解釋在2008年的那份報告當中 他從來都沒有提出過 說BNO是不應該擁有居留權的 而在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當中 亦都沒有提及到BNO的地位 只是在英國政府第二天寄送給中國政府那份 叫做諒解備忘錄裏 有提及過相關的項目 只不過中國在收到這份諒解備忘錄之後 從來沒有簽署過 或者是表達同意的 這份未被簽署的諒解備忘錄 雖然排除了BNO 能夠擁有居留權 但是就不應該 作為永久限制英國政府往後行動的一份文件 當然我也同意這位Goldsmith 所說 首先諒解備忘錄 有沒有法律效力都成問題 第二樣 中國政府都說中英聯合聲明 已經變成了一份歷史文件 現在你還在說 是在歷史文件之外的一份 諒解備忘錄 所以Goldsmith 現在最新的這個說法 就是跟新的法律意見 Law Refusement 所說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即是為了BNO 擁有居英權 掃除了法律障礙 之前英國政府一直都是以法律原因 拒絕去檢討這件事 現在別人說得明白 有些保守黨的議員都出來說 如果以後 再去拒絕被BNO擁有居留權的話 到其時就不是因為法律原因 而是變成了政治原因 或者是外交原因 這個就清晰很多 使得整個警方是 至於英國的保守黨籍下議院議員 Bob Seeley 提到 如果有其他國家 趕在英國之前 就為這班BNO持有人 張開雙臂的話 恐怕英國的聲譽 就會造成污點 同時他也帶領著一班 保守黨籍議員 去信了內政大臣 Pretty Patel 就說 鑑於香港局勢惡化 法治受到蠶食 他們呼籲英國內政部要重新檢視 BNO的地位 他們還說到 BNO始終 就是主權而交之前的 一種妥協解決辦法 而國安法的出台 意味著 這種解決辦法 基本上已經走到盡頭 因此 現在就有了明確的法律 以及實際依據作出重新考慮 這篇報導的重點就是在於 BNO平權已經掃除了法律障礙 之前一直卡住了那麼久 就是受到一個法律問題來困擾 當然這個法律問題究竟是真還是假 大家自己知道 只不過是用這個法律問題來卡關 現在掃除了 為什麼掃除了呢 是否美國在背後借著英美貿易協定來施壓 還是怎樣我們就不知道 作為平民 但是起碼來說是在埋進一個好的方向 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有一個 過於樂觀的想法就是 很快就可以拿到平權 大家也知道是不可能 因為這個牽涉到的人數實在太多了 如果說每日快報的報導 我為什麼覺得 《衛報》這篇報導是比較可信 和比較具體一點 因為每日快報所說的就是要用 烏干達式的救生艇入境方案 即是說 那些人入境以後 再在英國申請成為難民 這個方案在當時的烏干達是非常合適的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狂人阿敏就限定了 在60天之內 這班英國人一定就要走 你走遲半步 到時就會拉入集中營 這就構成了一個即時的人道危機 你不走就是 沒有命了 入集中營 當時英國政府 在烏干達接走了兩萬多人 後來就給了這個 B.C.他們 但是換來香港的情況 雖然現在國安法當然是很辣 針對我們的政治權利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等等 但是 沒有一個所謂即時的 人道危機就是 你不走就混入集中營 他始終沒有這樣說 他主要來說就是要迫使所有人做信民 有些人也很搞笑 在網上說 在Facebook那裡說 你不出聲就行 你不要說話就行 你不說話 你這輩子不說話就行 問題就是你能不能夠 在往後這幾十年 你完全是逆來順受 你看大陸那些人 有些人因為自己的戶口的錢 突然之間不逆而非 去上訪 又拘捕 那些房產 遭到了這個 踐踏 遭到了拆位 突然整座樓沒有了 就去上訪 又拘捕 幫他們的維權律師 拘捕 那你是不是覺得 這種情況是能夠接受的 如果你能夠接受的就沒問題 你不需要有什麼 你覺得這種就是為之法治 這種就是為之你的理想國 絕對沒問題 那你就擁抱它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是 有些更好笑 以為自己有業主 拿幾層樓收租 就巴士閉了 喂 你要明白到 這個政權到底是不是守承諾 到底他有沒有合約精神才行 你拿著那些契約 九九九年 太古城 你犯了夢 是不是 五十年不變 現在都提早 二十七年大結局 你還九九九年 那些人是未睡醒的 當然 不要緊 那些人是不會睡醒的 殺到來那一刻他就知道了 最後有一條香港法例的條文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網上看到一些網友在討論 有些人還在迷信香港是有法治的 但是香港的法治 其實 這個禁蒙面法也是法治的一部份 因為這個緊急法 是放在籠底裡很久沒用 在一些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惡法 這個特區政府也會去用 所以大家聽清楚就對了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支起條根 就會是付諸實行的 香港法例第346章 就叫做與敵貿易條例 裡面的第3條 就說到行政長官的權力 第三款是怎麼說的呢 說為了施行第9條 行政長官可藉由命令宣佈任何紙幣或硬幣是敵人貨幣 敵人貨幣 第9條是說什麼呢 就是任何人購買被行政長官宣佈為敵人貨幣的紙幣或硬幣 即屬干犯與敵貿易罪 好了 干犯與敵貿易罪有什麼法則呢 一經這個簡易程序定罪的話 可判處罰款1萬和監禁6個月 經侵公訴程序定罪的話 可處罰款10萬和監禁7年 如果在某法庭直前被定罪的話 該法庭就可命令將犯有上述罪行的有關貨品或金錢沒收 大家就可以聽得到 原來有些這麼辣的條文 一直都放在那裡 就避而不用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用 假設如果他定了某一個貨幣 是敵人貨幣 而你又去買 那就麻煩了 就已經是乾犯了這個與敵貿易罪 那些貨幣也會充公的 金錢也會充公的 所以這個某程度上也能解釋到 為什麼國際投資者這麼擔憂 這些都是香港法治一部份來的 這個是香港法例條文來的 已經有的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用 到底他什麼時候會用呢 還是不用呢 似乎大家都是膽薄膽的 為什麼那麼多人擔憂呢 不是沒有道理的嘛 剛剛才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